大家好,Chris,今天分享一件事 英國人為上車,不惜搬到近遠的地區 倫敦成為不受歡迎的首治地區 今天的浪漫,Chris哥身邊也有個朋友 我老婆的朋友,其實不是我的朋友 就是在倫敦附近的郊區住 和這個浪漫一樣,或一天用四個小時乘車去上班 為什麼要弄成這樣啊,非雲 不如說這件事 在講外文之前分享幾件事 我懷疑是假新聞的,所以大家不要相信 不過假新聞也好,你也知道 我從來不會唱衰的 所以我一看這些,別有用心這些新聞 但我們不相信,我們精明的香港人 一看這些新聞,一定不相信 什麼呢,中國農業銀行說什麼呢 婦人取忘夫廚款 農業銀行聲稱 職員說,需要本人解鎖 跟著,事主說 是不是要把骨灰盒拿來嗎 那多有密 所以一看,就是假的,我不相信他 哈哈哈哈 還有什麼理由呢 我們國內的法律這麼完善 有什麼理由 私生走了 那我去拿了存款不給 我絕對大影子 這些假的我不相信 哈哈哈哈 再來一件事 我又說,國內收緊 對投資銀行的監管 要求中資證券 銀行交出護照 那外資真的不用了 只是中資 出入境要預先申請才可以 才可以出入境 那就是這樣說 這些我看完都淡笑 我不相信的 我真的不相信 為什麼呢 我都沒有中國護照 我證實不到他 我也不敢相信的 哈哈 講這兩件事 之前分享一件事 有些慶重問我一個問題 他就問了 Chris哥 他問什麼呢 在哪裡買東西 問我平時在哪裡買東西 Chris哥 每個星期 我說幾句拜訟 我自己在英國去幾間超市買東西 為什麼呢 其實你住得久 你都知道 這裡有這裡的東西便宜 或者這裡有這裡的東西買 Audi有Audi的東西買 Farm food有Farm food的東西買 你不要 如果有些人對生活有要求 要用一些貴價的超市 那我都不阻礙人 你喜歡去那些很貴的超市 就去吧 我不會阻礙你的 但如果你問他 我自己買開的Farm food 也都會去這裡 這裡不是經常買的 會去Audi 我自己覺得Audi 那些東西是有質素之餘 價錢不太貴的 我覺得Audi是不錯的 那我主要的東西是買Audi為主 那我主要的東西是買Audi為主 這裡就是因為我店鋪 附近有一間店鋪 我有時 有些東西是Audi買不到的 我會去這裡買 那Farm food 有很多東西都很適合我們香港人的 例如他突然之間會有港式的公仔麵賣 又或者有些烏冬 有些米粉 什麼什麼 你走到那裡看 很划算的 有時有些雞蛋 又 怎麼說呢 十二隻 不知道是不是十二隻 還是十五隻 十元一磅也不用 不知九十五匹 我忘記了多少錢 差不多的東西 總之 翻闊買東西都是便宜的 那你自己去看看哪裏不買東西 在英國怎樣 擴帳 因為間間有時 賣東西的便宜 價錢都不同 我價錢也不為例 我有時會買些餅 那些餅什麼都沒有 只有一塊餅 只有餅 這裏買 是不是同一個牌子 包裝差不多 是不是不同牌子 我真的沒有留意 這裏買可以1.3磅 或者1.5磅 那我去奧地馬呢 我可以2.1磅 但我去 我去 我講錯了 它這裏買呢 可能60幾匹 或者70幾匹 是的 它這裏買70幾匹 它的奧地馬呢 可能2.1匹 是的 2.1匹 是的 2磅幾 2.1匹 是的 說錯了 是的 當然它翻闊 可能 就可能 磅幾 那就是 叫你自己要價格 在英國超級市場買東西 你真的 要價格 多點留意一下價錢 當你看到幾次 你是留意 留意到那些東西 哪個地方應該去哪裏買 哪個地方 去哪裏買 那些地方 這些手把眼見功夫來的 說真的 還有 亦都有聽眾 問一下 Chris哥在英國做中醫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它會知道 因為其實基本上 講幾句 我自己 我自己 在我自己的頻道裏面 已經 拔走所有的 那些 Facebook 又或者我自己 個人網頁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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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可能在我的Facebook 在我的YouTube那裏找到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會知道 不過既然你問我的 我回答你 我都照樣回答你 英國有很多 學會的 當然有些有用 有些沒有用 你千萬不要進一些沒有用學會 你要進就進這間ATCM 那怎樣進去呢 很簡單 首先你要給他們一個學歷 他們其實有網上申請的 你首先要給他們的Membership 你要看看 這個ATCM 我說幾句 很快 不好意思 去ATCM有三個牌照 一個是推銅牌 一個是針灸牌 你要有相關的學歷 然後給他 給他審核你的學歷 他認不認受你的學歷 這是第一個問題 學歷認受了 然後要考試 你不要以為不用考試 考完試 考完試 OK了之後 這是第二部分 Step 2 考完試 OK了 合格了 我不知道他的基準 怎麼為之合格 因為我 我當時拿了八十幾分 八十幾分 八十幾分 我想他五十分 合格還是六十分 合格 差不多 我都不知道幾分合格 我只知道我總分八十幾分 所以我都沒有理會 沒有理會 OK了之後 你要找兩個 這個學會的 這個學會的人介紹 有人介紹 給你推薦 你補薦 你才可以進入 然後 進入完之後 他會根據你個人的情況 就會給你一個牌照 我經常都教大家看 Partitioner 我今天再講一次 例如我這張是我的 我會有三個 第一個 會寫到明有針灸的 有一個推薦的 還有中草藥的 的 中醫傳科 你看清楚 你們 怎麼說 他會審批你的學歷 首先你讀之前的學歷 他認不認我 他或者他們認不認我 第二 他要你考試 考完試 OK了 接著 就要找兩個 這個學會的一些 會員介紹 不知道是否是資深 我也不知道 找兩個人介紹 補薦你入會 你才可以入到會 入完會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張 寫書 然後就說你有哪幾個牌照 就這麼簡單 當然 英國也有些 是政府出的牌照 譬如我這張 是針灸政府出的牌照 這張 說難拿又不行 說難拿 就應該很難拿 說二拿又不是 說難拿又不是 應該這樣說 首先 他會有個安全官 不是安全官 不是安全官 有個貴身官 去你的舖 那間舖 那間舖 符不符合申請牌照的要求 他會看你的舖 他會看很多東西 通風 洗手 又說設施 又 即是他一堆東西 在那裡 剔點心 那樣 我都沒有來的 看看符不符合 他們的要求 可不可以申請這個 商品牌照 他會建議你 一定 我可以告訴你 一定 會建議你一定 會改你的舖 那些 設施 怎樣令到 那些菌少一些 又怎樣令到 防止病毒 擴散 那種很多東西 總之要你扔錢 我小弟 我當年都扔了 扔了一扔 一扔一扔 一扔 一扔 哈哈哈哈 搞這麼多東西 哈哈哈哈 因為沒辦法 但如果你租人家舖 你真的要跟業主說 看看能不能讓你裝這些東西 因為我家舖是自己的 我就沒問題的 是的 那第一個問題 第二 那個衛生官 會問很多 用英文問的 不會用中文問的 會問你很多 相關的法例 你在英國行醫的法例 是的 英國行醫的法例 還有相關那些 病例的病症 怎樣防止這個病毒 擴散 又或者那些什麼病 有些什麼特徵 怎樣預防 怎樣處理 亦都有英文問的 我總 那一天 比他玩了三個多小時 玩了三個半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九個字 問到我都吵了 我媽媽這樣 問想完了嗎 哈哈哈哈 阿叔好嘆到我要吃飯 哈哈哈哈 所以 你說容易 我又不覺得容易 你說難 我說好難 哈哈 說完了 祝你好運 但是這張 ATCM 這張牌照一定要有 如果你在英國 沒有醫學會 進去加持你 你就變成無牌醫了 因為英國正常 做醫護的 是要一個合資的 是來的 後半部分 我亦都會講一講 在英國做生意 做中醫 怎樣做 會講一講 現在不講 不要阻礙人 一會兒再講 今天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退休 有個朋友說退休 我這裡說幾句 我會找一集 找K小姐 找K小姐 上來 問一下這裡退休 有什麼好領 哈哈哈哈 因為我不是在這裡住得很久 因為我住了三年 找回這裡住的人 在這裡讀書 在這裡大 那些 知道玩法 那些 一個月退休 領到多少錢 有什麼可以申請 好嗎 但以我所知 身邊很多客人 Kris剛才看到 有些老人家 在說 都退休 拿了全賣 每個星期可以拿到三百磅 哈哈 我不知道他拿了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總之他跟我說 每個月拿到三百磅 哇 我心想三十十二 哇 你這傢伙 每個月咬他萬二元 港幣 哇 不錯 好過你生果金 好過你香港那些三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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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沒得給的 真的沒得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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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講述文之前 我就分享一件事 有個平衆說 教人給他好過借錢 當然 在英國一向都買了幾層文業 收租 好過上班 上班 我說真的 我未亂才說 好像伊偉定還問我 在英國拿過綜衣牌照 我告訴你 拿到你都沒用 我講真的 一會兒我跟你說 哪一會兒沒用 我一會兒 一講完 你的數目 你馬上熟 而且你不會去做 因為哪一會兒 我一會兒跟你說 所以 伊偉定說得對 教人吸血 買樓收租 好過做 在英國 因為在這裏 你做什麼都死 哈哈 哈哈哈哈 是我不肯死 哈哈 我一會兒告訴你 怎麼死 所以 有興趣的 如果你在香港 做開醫行的 你打算來英國做醫行 我一會兒 告訴你 我勸你不要做 說真的 你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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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最低的工資都不如 我告訴你 我真的身邊有個朋友 為了上班 亦都要為了滿足住屋的要求 每天要乘四個鐘頭車 來回 來回 即是去又兩個多鐘 回來又兩個多鐘 然後走去上班 因為我沒有辦法 他就說 樓價太貴 要住二三線的城市 是的 那麼 上班 沒有辦法 他就說 他在倫敦 完全沒有機會買到樓 不用指望 要去這麼小的地方 這麼遠的地方才行 哈哈 所以 我自己覺得 英國人為了上車 不惜搬到更遠的地方 是一個趨勢 是的 你好像克里斯哥 住在格拉斯多為例 我看到我現在住在那區 以前的人說不會住這些區 為什麼呢 由市中心駕車多過15分鐘 他們都覺得是郊區 好像元朗那樣鄉下的地方 他們不會住的 以前 現在都不知道多少人在那裡住 那些車拍攝都會混亂 哈哈 多了很多人過來這裡住 即是我現在住在那區 以前好像我有一些 我以前留意到 XQ派 好像 不知道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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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Q派那邊 我講到那些 十三十四萬磅 現在可以夠想死 賣到二十二萬磅 貴了很多 是的 那些人都不怕遠的 是的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那些人都會賣 為什麼 因為 第一 第一 不夠屋 大家競爭激烈 那些人都不夠屋住 第二 因為為什麼 你說遠 那些人都覺得不太遠 因為那時候我那邊看過樓 我記得那時候看樓 我問過當地人 你搭出去市中心 乘巴士 上班要多久 他說不塞車都要九個字 不塞車 開車可能15分鐘 或者20分鐘 但如果你乘巴士 最快都九個幾字 十個字 五十分鐘 一個禮拜 兩三次車 我講的很久 一個時候我看 問 一個禮拜都有兩三次塞車 塞車都過了幾個小時 所以你想一下 現在都不知道幾多人搬去那些地方住 當然 可能有些地方是被香港人買貴了 也都不貴 所以 你看看你的區有沒有貴了 如果貴了 可能被人炒貴了 說完了 今天的禮拜 今天的禮拜 就是有個銀行 說了越來越多人 英國首次置業 歡迎 表示越來越多人 搬到近遠的地方置業 這裡買樓要提一提大家 不要買樓 兩個人有名 一個人有名 所以我叫你們不要這樣做 因為我那時來那時都很中期 我那時想一個人很簡單 買一個這麼貴的房子 如果是一個 腳一身走了 都還有一個人在處理這些物業 所以那時就寫了兩個人的名 當然這個方法 當然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大家買物業的時候 最好拿一個人的名 跟著他又說什麼呢 這個地方 Wilverley 平均樓價為 三十八萬 五千一百五十磅 即三百幾萬 在2013年 去到2023年 期間 首次置業人士大增 即是多了很多老外 現在買樓了 那麼 逆領敦 另一個地區 它平均樓價都是 四十四 四十四萬幾 都是貴了 這裡有個表 因為我不是說 紅蘭都買的 但我只看過表 2013年 還有2023年 有些地區 真的貴了很多 有興趣 你自己走上來看 不過我只看 有些有八四萬 有些有八四萬 有些有八九萬 有些有二百萬 廣幣 有些有八八十萬 有些有二百九十萬 看片區 有些有三百八十幾萬 比例這個南邊 總之你自己看 你覺得科得起 就看 不過我想很多人 都賣遠一點 接著 他就說 平均樓價為十七萬 這些幫他賣 那個不算 那些地區 你自己看 他就說 過去四年 由門購買第一棟房 距離平均增幅近四分之一 有四分之一的倫敦 認為上車 為了上車 而搬離首都 我想很常見 我想如果有些人住 萬徹斯特 也是 都不會說住市中心 為什麼這樣說 我說真的 你問我自己 我也不喜歡住市中心 蘇格蘭的治安 OK的 但是萬徹斯特 我都怕有自我問題 因為市中心 就可能越多 那些爆竊 罪案 又或者搶電話 你問我 我不喜歡住這麼近市中心 我寧願開車 開車四個多字 三個多字 出去 可能我覺得更加好 你問我 我就這樣想 英格三文之二的首置人 搬到從前未去過的地方 高於五年前的一半 表明越來越多人 作出拖協 面對現實 去遠一點地方住業 這間銀行的案件 數據顯示 這些買家在經濟上的受益 因為和他門以前所居住的地方 地區相比 過去兩年平均散了 二萬九千多磅 即便宜了二十幾萬 其實三十萬 也不是太多 相反 那些地區平均流價 去到四十七萬磅 為什麼四百八十萬 我就迷得到 首置人事的跌幅最大 有個人在說什麼 德民郡帝人橋 我不知道什麼 還有一個什麼村 首置跌幅為第二大地區 平均流價為二十五萬七千磅 也二十幾萬磅 還有一個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三十二萬磅 也四十幾萬磅 哪有這麼多錢 提到一些人 很糟糕 緊隨後 平均流價去到某一個地方 就是東米德蘭芝郡的臨民 不知道哪裡來的 我想你要上地圖這些地方看 因為我不是住在那邊 劍橋一直都是堅秋季 平均樓價都要請求 四十多萬英鎊 倫敦已經成為人門首次置業不受歡迎的地區 十年內首次置業人數會下跌80% 那人們會去哪裡住呢? 越紅越不受歡迎 如果這樣算 蘇格蘭也有點紅 也不受歡迎 其實當時也是 現在銀行在這裡吹 或者首次置業人數跌幅最大的地區 就是帝人橋 不知道是哪個地方 也講述了一個故事 就是位置成為很多人首次置業的妥協因素 這個機構的數字顯示 上週英國的樓價 2022年底最快增長率上升 銅美銅田上升了4.3% 08月份的樓價升了 我猜平均樓價 現在供黨上升了 會不會玩爛 英國樓市呢? 說真的 你別相信 由於利率下跌至二人士充滿送心 他有趣 這種落估情緒反映在新案件的批下數據中 目前 稅據處於兩年的最高水平 英國民航下週宣布下一個議息決定 在8月份基準利率下降至5% 影響了貸款人按揭和其他貸款人的利率設定 市場已經消化 本個月維持利率不斷 但預期今年再減息兩次 市場說完 你信他減息會刺激到樓市的 你就買了 是啊 說真的 因為我都跟大家說 我以前跟大家分享過 哪段時間買這個英鎊 中了 8.8多 內褲都放進去 我都贏了 第二次 我和Chris哥都跟大家說 買樓 什麼時候最好的時機 我都在底位罵了一間便宜屋 如果你說現在還沒買樓 買不買 我真的不懂得給你意見 因為現在工黨做老闆 我真的不知道劉鑑聲還是怎樣 所以我現在不會給你意見 但我自己以前的經驗 無論買樓 買外幣 都在最低位買了 我自己又 我不知道你了 所以整項都說完了 那麼 再說一件事 我看到今天隔壁台 現在講其他事情 沒有影響可以走 也有人說 疑英夫婦 生活又充裕 現在要搞到來到英國 要自衣熟食 感慨萬千 後悔了 來英國不是一定幸福的 我說真的 我從來的頻道 都不叫人移民 因為你喜歡來便來 走便走 因為為什麼 你會做錯一步 說會走錯一步 或者做錯一件事 你都要花錢 有時候有些事情是不能回頭 所以我上一集 其實我沒有理會 我上一集 那些來文 上一集就說 來到英國 我自己的策略 怎樣令到自己 不成為這裏 即可以成功落地 不會令到自己失敗 也不會像今天的文章一樣 演夫婦 由新婦富裕 最後要節衣熟食 我從來都沒有節衣熟食 每天都蠔飲蠔食 我講真的 我就是今個星期 都去麥當勞 去了三四次 哈哈 經常跟我兒子去 我心想 吃東西 基本上 很閒 二十零三十磅 小孩子 基本上我都沒有反應 一會兒這樣說 又不是說很多錢 賺到少許錢 說真的 賺到少許錢 你又不會節省的 但問題是 我經常說策略策略 不要一陣子 人拿四百萬 你就拿四百萬 你就拿了四百萬 一萬萬買了 搞到自己又沒有錢 沒有人幫到你的 沒有人可憐你的 說真的 當然 人要面子 樹要皮 但是要買一間漂亮的屋子 給自己住 跟人說要威威 威威完又怎樣 威威完每個月 火車鑽山洞 又有用嗎 人面對現實 什麼是現實 現實就是每個月吸血收錢 啊 重要 我有些聽眾 每個月收三百多磅 四百多磅 三千多磅 四千多磅 為什麼師傅上班 是啊 為什麼師傅上班 我問你 上班是給一些沒有東西做的人做的 有東西做的人 在家裏剪下花 插下花 看Youtube 人 沒有事找事搞 只好去Costco 買幾個榴槤吃 先餵狗 又買兩個榴槤餵狗 是這樣的生活 哈哈 那些什麼 但現實是這樣的 有錢 招職的那些叫瘋 沒有錢 招職的那些 就折墮 哈哈 是啊 現實來的 所以我自己 今天看到這樣的標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標題黨 我自己這樣想 我不覺得移民英國一定是好 我也覺得移民英國沒有說不好 某程度上 我前一集都說過 在這裡買個陰宅 都是說 一人價錢都是十萬元 搞定 送你上山 如果三人龍 是會人兩萬 兩人龍 是會人六萬 其實 兩人龍 是會人三萬 其實真的很便宜 基本上 你跟香港沒有比 香港那些骨灰 說真的 你擺到三十年 你都贏了 是不是 我回頭又說 拆了洞大廈 你的骨灰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是吧 你英國那些 所謂的那些墓地 全部都是永久地權的 啊 差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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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多鐘 講一講 各行家問我的問題 哪一家我勸你不要在這裡做 我說真的 你在英國做 你一定要很有實力 我不是說你沒有實力 你什麼叫很有實力 我克里斯哥 我真的不是吹水 我在這裡做 兩次 三次 所有客人都通常起到貨 醫好了 所以克里斯哥 不斷有山客 再介紹一些客人進來看 是有很多山客 我做得到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 但是 在英國克里斯哥 我自己做了兩年 我這一行 我投過兩年 是在賺錢的 我經常被會計師 串糕 連流浪都串糕 我每個月養會計師 那些養他們 經常被流浪串糕 你是不是花錢 為什麼呢 他們心目中很簡單 你這間公司虧錢 為什麼你還在營運 他們覺得一間公司 正常來說 你虧三個月 都準備收拾 虧了半年一定收拾 他一定是這樣想你的 他見到我 做了頭兩年 都是虧錢的 為什麼你還在做 經常問我 是否要花黑錢 他說真的 你只能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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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去稅局 告我 懷疑我花錢 你有證據就可以了 我給你 好像郭富會成話 我給你七仔去買 給你時間去買 一天好未 十天好未 一個月好未 有嗎 沒有 所以我很放心 串糕 我心想 這些人很串 為什麼呢 在我心目中 我給你錢 買你服務 你還去樓蘭 我串糕 我還說糕 你是不是瘋了 這些人 就是這麼無知 這麼天真的 我告訴你 所以 我勸你 尤其是 我告訴你 英國沒得做 做中醫 為什麼沒得做 你要想想 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NHS本身是免費的 本身他們全部醫療是免費的 每一個人都是免費的 任何人都是先看了免費的 不會無緣無故付錢 你去看醫生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你那裏看醫生 每個人都很麻煩 醫不可以 醫無可醫 很麻煩 真的搞不可以 才來找你 你明白嗎 每個人都有這麼多糟糕 不是開玩笑的 你明白嗎 第三 你問他 你收到他的錢 你收得到多少錢 你看一個人收到多少錢 譬如 Kris哥最便宜40磅 每個位 貴的 60磅 你收得到多少錢 你明白嗎 你很簡單 收得貴 他又不願付 他又覺得 我有免費 什麼去看你 第二 如果你自己本身 我不是說 別人不行 我只是說假設 假設 如果他看你 兩三次 不能夠 第一時間 我只是覺得你沒有了 那些人 無論華僑也好 鬼佬也好 腦外也好 都是這樣想 你明白嗎 最好看一次 給多一次你也不行 所以我告訴你 你在這裏做這一科 我真的祝你好運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第一 那些鬼佬不捨得給錢看醫生 為什麼 他們習慣了免費 免費醫療 我為什麼要給錢看醫生 他們真的這樣想 是的 他們不捨得給錢 第一 沒有這樣的錢看醫生 連吃飯也沒有錢 你還說叫他拿照看醫生 真是瘋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他們不捨得 不依舊看醫生 因為他們的腦袋 已經直入了整片 告訴你 我看醫生不用錢 是的 就算你是一個名醫 也好 你一個很出名的人 最多看你一兩次 這就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為什麼我叫你不要做呢 你要明白 你在做中醫 你租一間店 最便宜的店 是700多磅一個月 你的店鋪又要電費 又要水費 又要交差響 對不對 你不可以去死 你冷的時候要開暖氣 只是暖氣都要幾千元 二三千元 港幣 租監布就7千元 這就是一萬元 水費又收你六百元一個月 是吧 那你不死 大哥又要電費 然後又差響 是吧 喂 未做到生意 你只有一堆支出 12000港幣 我當你12000 14000港幣 好嗎 你未做到生意 14000港幣 還有 你又要給這些學會 你買中藥進來 你的中藥要有安全認證 才可以被人食用 你是被人吃到口 你要經這些 這些大的工會 去入貨 經他們入貨 經他們入貨 不是你自己 怎麼都要去 自己買些貨回來入貨 這樣就不行 你吃了東西什麼事呢 人家那份保險不保你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吃死了人 你就大了 你都不知道有沒有錢回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每年好像這些學會 都會屈咎你 叫你給這個 續會費 買專業保險費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說什麼 這些也是錢 每年 每年 起碼都是4000港幣 你自己計算一下 而且那間店 又要買保險 那些老外 那些老外 進去監獄 然後不小心 煽了 又說屈咎你 一會兒 又說你吃了你的藥 有什麼 又瘋爛 又說有什麼 副作用 一會兒告你 你沒有專業保險 頂著怎麼做 對吧 尤其是專業保險 都會看 他不是一定會賠給你的 他要看是你疏忽 還是老外 問題 是啊 說真的 一會兒 那些專業保險 不認帳 那時候人家告你 叫你賠錢 心想 你紮上那一份藥 都不夠 怎麼賠給他 說真的 我試過 我說真的 為什麼呢 好像Chris說 我雖然總之打 我給藥 我給那些藥 給了一張紙去 說就說一次 給了一張紙去 叫他敷五個小時 他夠膽敷二十四個小時 哈哈 跟著敏感地問回我 問回我 他怪責我 我心想我真的 還沒想到他媽媽 因為你是那些鬼佬的 如果他死也不認 他自己的問題 擴失的 他就警告你 哈哈 那你覺得有沒有可以做呢 你不要以為鬼佬是優雅 不會說謊才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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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佬也是有點 黏著線的 我叫他敷五個小時 他敷了二十四個小時 還要找一個人 說著那個膝蓋 我叫他敷膝蓋 做運動 他出了導航水 發炎 更加發炎 對吧 那你怪了誰呢 但他不說出來 因為我覺得 沒可能會出現這件事 我不停地問他 發生什麼事 你明白嗎 我也試過 你明白嗎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你在這裏做這一行 我覺得 保障度是沒有那麼高的 為什麼呢 鬼佬玩東西 告你呢 一會兒 保隱公司 看看信不信你 哈哈 又或者是否人為疏忽 又或者是專業行運失當 如果沒有保隱公司 如果沒有保隱公司 他不肯賠 你就糟糕了 所以要小心點 這件事 所以 風險管理 我自己營運 我做得很小心 我自己的店舖 我寫了很多東西 我叫我的病人簽名 因為其實不是推卸責任 為什麼呢 嘔罰我克里斯哥 我明明和你講完所有的流程 你應該敷藥敷多久 叫你不要拒絕 不要拒絕 不要拒絕 寫了給你 給你一張指令 你轉頭 做一些奇怪怪的事 不跟別人的指引去做 然後出事了 你怪責別人 這裏很多老外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 我不是你 我不知道 我自己覺得 英國 做這行比較難做 為什麼呢 我自己 我講了幾句 我自己 我做了兩年多 現在升 開始多客 做響了名 那些客人 全部都介紹過來 駕駛兩個鐘頭車都要過來 駕駛三個鐘頭車都要過來 沒有辦法 你明白嗎 但是這些現在在英國玩中醫的 每個人都在家裡面診的 不會落地駕的 沒有人租地駕的 網上會診而已 你覺得看不看得好人才網上會診 你覺得可以的就去做 你覺得不行的就不要去做 每個人都是這樣減低成本 以及要收VAT 你明白嗎 那麼你這樣 那你的袋子有多少錢呢 你收多少錢呢 你收多少錢呢 藥彩又賺了你 然後政府又賺你VAT 然後你賺到多少錢呢 在你的袋子呢 這是一個問題 我講完了 所以 你做不做 你自己決定吧 我自己覺得 我講個結尾 我覺得這些人很現實 你沒有了 如果真的 那些 不是人很厲害的那些 我覺得 我覺得 是很少會有人看 是啦 不會 不會 沒有那麼多生意 你做的 你做完都不夠 不夠自己虧人工 虧鋪位 虧那些 水電煤的 真的 做完都不夠虧的 是啦 所以我勸你不要做啦 英國 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的 就是打工 我講真的 打工 實拿久穩 除非那個傻子 不出來給你的 是啦 為什麼呢 打工他一直出來給你的 所以是沒得輸的 是啦 第二件事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真的要做老闆的 做剪頭髮 為什麼 零成本 拿著把剪刀 不斷剪剪剪 電費又不會過70磅 一個月 水費又不會過60磅 一個月 剪頭髮是最好做的 為什麼呢 大生意來的 我跟你說大生意 找集我跟你說 怎樣大生意 你一定不會出事 是啦 至於你說老外 會不會走進來 找你的華人剪頭髮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覺得 剪頭髮是大生意 做食股 做食物 也是大生意 是啦 為什麼呢 我都不會吃的 你胡亂弄 都覺得好吃的 是呀 說真的 所以這裡 我不是叫你不要做 那些行家 行家都要關照 但是我真的想跟你說 一件事 很難做的 我講真的 因為我自己抱 還有我自己 預料 要搜兩三年 客人 要蝕就蝕 大把錢蝕 我蝕不蝕氣嗎 阿叔 學會計師 你串鋅 我為什麼要蝕 因為我大把錢蝕阿叔 你看我銀行這麼多錢 我還沒怕蝕 要養你這幫蛋賞 是不是 說真的 那大把錢蝕什麼 才會閉嘴 如果不是 他可能真的敢死 香港稅局找人查我 是不是要蝕錢 哈哈 說完了 笑話 說真的 如果你有興趣 你自己開檔 祝你好運 但是我自己看 在這裡做得久 加拉斯哥 市中心那些 真的做內科那些 因為我不是做針灸的 我不是做針灸的 一個星期都是開四天 大概三天 人家還要在大街的黃偉 那些地方都沒得輸 我看他也不是每天開店 所以我覺得自己也是很成功 我來了兩年多 我現在有這樣的收入 而且客戶也保持得不錯 我覺得我已經是很成功 說真的 我想我的聽眾幫助 每個人都知道 我的能力有多高 說真的 這些不用說 你看我的網頁也知道 說真的 每個人都五星 哈哈 說完了 每次兩次 起到課 最多四次 哈哈 即是你要交到功課 別人才會介紹一些人給你看 而且別人會相信你 而且別人會有空 走過來給你看看 即是讓你保養一下 你當成這樣 你會養到有巴克養著你 即是這樣 這些真的要有了才行 如果你在香港 我會說的 我恨那句 嘩 我恨那句 我不想說 行家沒有料 但我真的覺得 你真的要做到一些成績出來 別人是見得到的 別人才心甘情願 拿夠錢出來 去那裡給你錢 即是給你錢 去看醫生 說完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 真的想清楚 是不是過來做這一行 我覺得 我講最後那幾句 成功只有二、三十個百分比 失敗率有七成或者八成的 這是現實問題來的 祝你好運 拜拜 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留言給讚 分享 拜拜